Miradio 直播 直播 咦? 為甚麼我經常都在Youtube 錯過了Miradio的直播節目? 我明明已經訂閱了 Youtube My Radio的頻道 當然啦 訂閱完Miradio YouTube頻道之後 你還需要按旁邊的小鈴鐺 再選擇全部 那Miradio一有直播 或者有新的節目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通知 這樣就一定不會錯過 Miradio在Youtube頻道的直播 或者是新的節目 還有一件事 千萬不要忘記 這件事我當然知道 交節目月費來支持Miradio 現在除了經PayPal 還可以經PayMe轉數快 或者Patreon來交月費 貫徹聲勢力竭 繼續青筋暴言 身體力行 隔空發功 玉敏踩場 現在和你否釋政治 幾天前俄羅斯一場流產的兵變 這幾天我們看了所有外媒的報道和分析 當然我們要基於那個事實 那你就會發現 其實現在普京的處境 就是一個外外交群之國 還有政治是很現實的 那我們看到譬如說 整件事去到最後 這個僱傭兵團的頭 他可以以身免 你現在當他流亡 對不對 而且 以前 在普京治下的俄羅斯 雖然他也是有選舉 大家都很清楚 這種所謂民主政治 就是一種專權政治 是俄羅斯式的那種 普京可以做了二十幾年的 總統 變成總理 總理變成總統 憲法任俱改 這個是另外一種專權 在他這種專權的統治之下 喂大哥 你 跟香港現在差不多 對不對 你在煽動 或者你那些傳媒 對政府的批評是比較嚴厲的 甚至乎有人被人毒死也有 有人被人暗殺也有 不知道多少 就是這個普京治下 的俄羅斯是這樣的 喂 你現在搞成兵變 叛變 這個是叛亂來的 這個頭可以沒事的 對不對 還有根據那個白俄羅斯 白俄羅斯的總統 就是 跟這個 這個 這個普利哥任 那個 大家那個協議 對不對 普京說 既往不救 不需要指控他 叛國也可以 走就可以了 你那些人 我們收編 這麼多事情 這個是內部 其實 他要安定軍心 對不對 現在是個內外教群之局 對外就是說 那些盟國 開始 喂 會在那裡看的 究竟你 你可不可以控制到大局 對不對 還有現在美國 和中國那種 所謂 對峙 或者冷戰 那你俄羅斯 一些好處都沒有 對不對 你打算拔著中國 但是現在中國又有一點點 老實說 習近平 說要 希望俄烏可以 停戰 或者俄烏和平 他們想做和平大使 這個最新的新聞 我們看到 就是 有很多 所謂的盟友 我們看回 今天《紐約時報》 有一篇報道 就說 俄羅斯的動盪風險加劇 那些盟友國 就要尋求止選 這個是《紐約時報》 今天那個報道 那他就說 他和伊朗、卡特 和其他友好國家領導人通了電話 聽取他們 對他們的表態支持 是吧 同時呢 就做了一些 恢復穩定的承諾 這個 這個說法 其實的意思就是說 那些 所謂的盟友 會擔心 是吧 這些友好國家 所謂 要和這些領導人 逐個通電話 是吧 聽取他們的表態支持 是吧 中國率先 已經表態支持 是吧 這個穩定 支持這個普京 穩定那個局面 評判 很快 另外呢 就是 這個中國 外交部長 秦剛 和這個俄羅斯的外交部副部長 在北京 有見過面的 那 這個其實 當然是在那個兵變 發生之前已經安排好了 這個會面 但是 當時呢 就一定有討論到 這個 第一就是烏克蘭的危機 第二就是 中國似乎對這個烏克蘭 那個態度有些轉變的 所以 我們看到一個最新的新聞 就是 中國不反對 將這個克里米亞歸還 給烏克蘭的 是吧 那就是 這個 中國駐歐盟的大使 那就是 他說 北京可以支持烏克蘭 收回 1991年 劃定的全部領土的目標 那就是 包括2014年 被俄羅斯吞併的 克里米亞半島 這個新聞很重要 我覺得 所以我剛才就說 他現在面臨一個所謂 內外交困之局 是吧 雖然那個兵片流產 沒事 兵不血人 又沒有死人 又沒有攻進莫斯科 那很快就完了 就是戲劇性 但是 從這件事 就可以突顯到現在 你普京的統治 是吧 就出了問題了 很明顯 其實很簡單 聲唱 所以 入侵烏克蘭 這個基本上 已經是一個錯誤 是吧 去年二月到現在 已經 一年零四個月 還在打 你也很多人死傷 不只是烏克蘭 烏克蘭現在好像 還沒有斷氣過 很多人都掉了眼鏡 現在是 是吧 當然 現在就賴了美國 是吧 如果美國 給錢 又給他武器 但是俄羅斯 你不是打算 兩三個月搞定他嗎 為何會拖這麼久呢 拖得很久 抗日持久 你也很傷 那看看烏克蘭 你是否搞定他 那頭就出現兵變 是吧 現在可能再有 是吧 你現在第一件事 就是要穩定軍心 是吧 你死了那麼多人 是吧 除了穩定軍心 你還有穩定民心 你打這一場戰爭 你入侵烏克蘭 喂 你付出的代價 是非常慘重的 是吧 出現一場這樣的兵變 是吧 雖然沒有人受傷 很快就搞定了 喂 這個很快就搞定 你就放過他了 是吧 既往不救 是吧 這個被他流亡 還有一個白羅斯總統幫忙 是吧 就是你去說那些 我們成功保護了人民 沒有平民受傷 是吧 是吧 民心 軍心 是吧 就是你從一些客觀的事實 你就看到了 所以有些人說他地位不穩 現在一點都不奇怪 是吧 那接下來 外面 外交了 又要跟其他 所有這些 所謂的盟友國 就是通電話 聽聽聽他們的意見 是吧 其實就是向他們交代 不用怕 我可以穩定大局 那中國為什麼在這個時間 會出聲說 不反對烏克蘭 收回那些 即是在1911年 劃定的全部領土的目標 包括2014年 被俄羅斯吞併的 就是克里米亞 滿島 有些人就認為這個可能是向烏克蘭示好 是吧 接著他要做和平大使 是吧 那就是玩兩面手法 是吧 那你現在還說清兄道弟 普京和習近平 是吧 那現在是怎樣 其實就是看歷史 大家都知道 2014年聯合國 就這個 克里米亞的問題 投票的時候 當時中國是投棄權票的 中國在聯合國最厲害 就是投棄權票的 所以我們那時候在立法會的時候 就是有些契弟投棄權票 我們就經常笑他們 你不就是中國是聯合國 投親票的 很多時候都是投棄權票的 根本就不應該入聯合國 是吧 那我入聯合國 就要取代中華民國 就是他不取代中華民國 聯合國的那個席位 是吧 他就沒有辦法 就是全世界 沒有辦法向全世界表上 我們代表中國 是吧 你在聯合國裡面 占據了這個中華民國的席位 就是這個中國的席位 那你就真的代表中國了 是吧 所以在這個七一年 他說重返聯合國 這是很無恥的 聯合國的創始會員國 是中華民國 是吧 創始這個聯合國的時候 中華人民共和國都還沒有 是吧 那你怎麼重返中華 重返聯合國呢 是吧 這個是無恥 那不要緊 形勢被人強成了 國際形勢就是這樣改變 那接著七一年之後 所有那些過去 和這個中華民國的外交關係 那些 會陸陸陸陸陸陸 轉而承認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這樣 但是你在中華民國 你代替了中華民國 但是 你在這個安全理事國裡面 是吧 佔了這個席位 好在聯合國 你投票 永遠都是投棄權票的 一些相關的議題 是吧 那所以其實 關於這個 克里米亞問題 在聯合國 它是投棄權票的 當時 這個 中華人民共和國 駐聯合國的特使 劉潔一就說 中國 一貫反對干涉 國家的內政 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 和領土原性 但是現在這個 歐盟代表的 要附衝呢 就 就是 現在這種說法 就 跟之前 就是中國 那個 做法 似乎就有些不同 那這個 是不是跟最近 這次流產兵變 是吧 或者俄羅斯 在這個 烏克蘭裡面 就是 那個 這一場戰爭 或者這個 侵略戰 抗日持久 有關 是吧 那中國 不想跟你揹拼 因為現在很明顯就是 政治是很現實的 是吧 國際政治都是 只是講利害 是吧 講利益的 是吧 那所以 一場 這樣的流產兵變 我可以看到這個 普京 就是 現在是 地位不穩 內外交困 這個就可以肯定的 多行不易 必自弊 其實很簡單 那些權力 會令到別人腐化 這已經是一個 眾所周知的事實 是吧 那你掌握這個權力 掌握這種絕對權力 這麼久 一定是 自省的能力相對薄弱 所以是計錯數 這個是老貓消數 所以有人擔心 下次選舉 可能被人推倒 他都未停 不知道 好 休息一會